他曾是一名餐厅服务员 如今却是知名的书法大家 一幅字画价值连城 因为很小嘛 不是在工作就分的饭装了吗 菜单呢写得不错 我17岁画了一幅作品 林许林如先生的 然后这个要沈主席提的 这个画的价值呢 就甭说 我就说现在要给一个亿也不能卖 这是国家的国宝 60岁的他 有着别人不曾经历的过往 七八岁的时候 就跟那个黄高瀚先生 启蒙学习书法 后来又给我介绍到 郑颂仙先生 这竹子也是我画的 齐老国破了一下 就是密不透风 疏能走马 所以有这渊源 1981年齐老国写的信 然后是萧老国写的信 他有哪些精彩的人生故事 我17岁林的帖 齐老国提的字这个 笔成种 莫成池 不及惜之 及献之 再有这是萧老写的 你看后起之秀 真漂亮 可能齐老写的最小的一幅作品 这个也就二寸吧 非常难得的 他又是如何 用60年的时间 铸就自己的传奇人生 敬请收看了不起的你 本期节目 我就是纯一 平凡世界非凡言声 朋友们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云南卫视的 大型励志分享栏目 了不起的你 当然我们还要欢迎 五位超级观察团的老师们 欢迎大家 今天来了一个在成就上 应该说更高的一位老师 他高在哪儿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 请出这位老师 来 掌声有请 认识是吧 认识认识 这是大师 您给介绍一下 这个是程茂全老师 他有一字号 叫茂全纯一 这大书法家 了不得了 了不起的你 所以我说嘛 我们节目有你就好 能把他请来 挺逗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的嘉宾 名叫程茂全 自成一 是北京琉璃厂 红宝堂的经理 我们节目组 在节目录之前 跟着嘉宾 来到了他工作的地方 这个整个这个 都是红宝堂 范宗先生给写了 一幅对联实演 那叫旷世藏家 精巧以求苦貌 人间宝物 散书当务齐全 在这之前呢 也干过很多工作 比如开冲床啊 三吨 一点五吨的 还有八吨的 通常最沉的是八吨的 这个 干过工作 当过服务员 也当过厨师 刷盘的我干过 专门刷盘的我干过 从程茂全 先生的话里 我们得知 他曾经是一名 餐厅服务员 那为什么今天在现场 观察员张大理 会称他为大书法家呢 曾是餐厅服务员 如今却是大书法家 这相差甚远的身份 是如何在一个人身上 转换的 他的墨宝在现场 又会掀起 怎样的波澜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章是 中国状况元会的 副主任雄不极客的 今年73岁了 是状况家 非常棒 急死我们了 我们在这个角度看不到 一会儿我给你举起来看 莫薄 莫薄 这可不得了啊 了不起的你 虽然不懂书法 但是有一个基本的是懂的 就是他笔画越少 其实越难写 大理老师在我们这里面 算是这方面的学养最后的 对 这个荣宝斋给成儿子 定的是一尺是个十百千万 一尺是一万 那就是这是荣宝斋的价格 但是呢 好像说这个 他的这个随便一幅字 拿到这个慈善晚会上面 三十万一幅 哦 慈善的意义 差不多啊 对 那属于一捐嘛 不一样 好好好 这个要谢谢陈老师 这个我们收下来了 这就算送吧 送给我们 然后我们把节目做得更好 传播得更远 这样的话咱们对得起 陈老师这幅字 对不对 好 谢谢陈老师 谢谢 陈茂全先生在现场 即兴为节目组提字 献上莫宝 在观察员的询问下 我们得知 陈茂全先生的自画作品 在市面上价值不菲 那么他的作品 为何会有如此高的价格 他又有哪些传奇的人生经历呢 这个陈老师其实 从字看啊 大家已经看到了 我们觉得 可能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一辈子 也写不成这样了 就遥望一下吧 对于很多人来说 也是这样的 他的身上 其实有很多传奇的地方 有些人是一些经历 有些人是一些学养 有些人是不同的这个际遇 造成了一个人 在某一个领域当中 他的一个地位 或者叫他的成就 所以我们请长儿坐下来 咱们来聊聊 这部分的内容 来 请长儿 长儿 您刚才也说了 这是一个日积月累 其实是个功夫 您是几岁开始练字 四五岁 就是在我父亲的旁边 就是看着我父亲画 我就随便地点一些 花的骨头 花蕊 这么就开始学了 然后就是练的书法 那您拜过诗吗 我拜过诗 有七八岁的时候 就跟黄高汉先生的启蒙学习书法 后来又给我介绍到 郑宋仙先生 而且我这名字呢 也是老师起的 他给我写了一个古风 就是古尸体 就起到我这名字 叫 郑宵成茂全 叫无有少子爷茂全 聪明好学 性所变 单清笔妙成家学 从我问字说通缘 茂全 好学 而物多 殊死续之 孤优未知字 约淳一 孙朴俊翁音乐 最后 问问孙朴就是您的父亲 问问你父亲 我说的对不对 我父亲叫程俊良 孙朴就是您的父亲 俊翁 我父亲第二次叫俊良 问问你父亲 我说的对不对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 这个曾经在1997年的时候 荣不担出郑宗仙书法选 郑宗仙先生的书法选 就用了这首诗 也搁在那个书法园里 就过去这个师徒关系 是不一样的 这讲传承的时候 你看他都给你来龙去脉 都有了 原本出身于书法世家的 程茂全先生 幼年时就开始接触书法 师从郑宋仙先生 郑宋仙 现代诗人书法家 1956年在北京 与张伯居等人发起组织了 北京书画研究社 并任秘书长 我12岁时候拜的郑老 上六年级 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我就是林老师的作品 写了个字 再有就是教我砍书 老师在这边写字 我就在这边林字 同时就给我看 哪个字写的 我给我圈圈 所以我感受了这么一位大家 我在我的少年时代 我觉得得以非浅 程茂全先生跟随师傅 学习了六年书法 天字果人 努力好学的他 年仅十几岁就已经出路头脚 今天程茂全先生 就带来了自己十几岁时的作品 但这些作品来头可不小 这其中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我今天这个 让你们看一些特别好的东西 就特别厉害 你们去博物馆 也不一定看得到 来来 我们把那幅画挺上来 等等 这是编导蒙我呀 这绝对 这上有我认识的字 啥意思编导说你都不认识 不是 他说是这个 这画特厉害 说这个博物馆你都见不到 名家之作品 特别厉害 这 这厉害 是 不是您的画吗 是 但是这一画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说那么厉害呢 因为这张画 中国就这么一张 你偷换概念 不是 因为这八位提字的是 我十七岁画的一幅作品 这是您 我十七岁 林许玲如先生的 许玲如先生是中国的大画家 是那个齐白石先生的学生 这是 四十三年前 这张画呢 是给郑颂先 我老师 郑颂先先生 画的一幅作品 这点有文在这儿 你看 去年辣椰许玲兄 以我荷花贵鱼图 刚才我念的那段 就是去年辣椰 以我送我老师的荷花贵鱼图 我那时候去就会装表 您知道吧 因为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是装表 不像北京 现在这么多人会装表 那时候我就会装表 给我老师装表这些画 这样呢 我就淋了这么一幅 然后这个 这个由沈主席提的 就是古有悔少座之说 冒权岂可以无悔仪 说啊 后悔少座的作品啊 不愿让人看 说冒权可以 就是沈主席说的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 这个博物馆 你也看不到 就在一幅作品里 集合了很多的这个名家 就是中国文人骚客呀 你就是这样 你就这点事儿嘛 你一幅画 就说白了就是 我送给思思一幅画 思思说呀不错 思思的徒弟给磨了一下 磨完之后 思思特别骄傲 说你看我这徒弟啊 我受得好 他有用功 他勤学好问 画得不错吧 然后你同辈的什么好雷啊 这张老师就来了 说你这徒弟唱得不错呀 但是恰恰的就是文人的情趣 就是他的这种情 意境都在这一张纸里头 所以这画值钱 对吧 您这画现在这个 就是拍卖的话 大概值多少钱 要老是 我们俗人 俗人 我本地俗人也 这个画的价值呢 那个 就甭说 我就说 现在给一个亿也不能卖 这是国家的国宝 因为这八位都是中央文字馆馆员 很难得的 没有了 也不可能有 因为我也去世了 做谷了 听明白了 所以这 别想了 你就收不了 不是 我看一眼 我看一眼 多看起来 没有 没有 我真不敢拿 我说句实话 我这个地方 我已经抖了 我怕碰坏了 我怕磕着碰着 你赶紧收起来吧 赶紧 赶紧收好了 收起来 是国宝 没错 确实是国宝 这幅荷花桂鱼 虽然是陈茂泉先生 17岁时临摹的一幅作品 但是它的价值 在于这幅作品上 有着八位大家的体字 它们分别是 师傅郑宋仙 著名诗人书发家 萧劳 著名画家 许玲卢 娄诗白 中国书发文化研究所所长 欧阳忠实 中国书发家协会 名誉主席 沈鹏 中国书发家协会 副主席 刘炳森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 李燕 八位大家 在同一幅作品上提字 师数难得 天下无双 因此 这幅作品的价值 不在于 它的市场价格 难以估算 而在于 它具有 珍贵的历史收藏价值 那程茂全先生 今天会给我们带来 哪些让人大饱眼福的作品呢 阿曾是一名餐厅服务员 如今却是知名的书法大家 一幅字画 价值连城 因为很小嘛 不是在工作就分着饭装了嘛 菜单的写得不错 我17岁画的一幅作品 林许玲露先生的 然后这个 这要是沈主席提的 这个画的价值呢 就甭说 我就说 现在要给一个亿也不能卖 这是国家的国宝 60岁的他 有着别人 不曾经历的过往 他又是如何 用60年的时间 铸就自己的传奇人生 敬请收看 了不起的你 本期节目 我就是淳一 在这里 有了不起的人物 文化 我没脸在他做嘉宾 在这里 有了不起的励志故事 啪 他就玻璃舞台就出完眼睛 这个就是旁门走道 不浪费时间 对啊 从来没有推出过 走向世界的舞台 我真的成功了呀 嫁给我吧 在这里 有了不起的展示 哇 哇 哇 三 平凡世界 非凡人生 了不起的你 就在这里 给大家请下一幅作品 今天咱们就是浓缩的这个 建设会 让这个程老师 其实都不是建设 我觉得他讲这些 应该是说在讲 北京的这点 书画的这个文化 对 因为这种历史故事 咱们就当听故事 咱们就当逛博物馆 这是竹子谁画的呀 介绍介绍 这竹子也是我画的 这个是三十六年前 一个夏天 启宫先生都知道 启宫 自称姓启明宫 自圆白 昊怨北居室 雍正皇帝第九代孙 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 教育家 一代文坛俱将 这个是 启宫先生 当时一九八六年 你给我写的 这也是三十六年前了 这个 您跟启宫老师是怎么认识的 是我老师给我介绍的 启宫老师那时候 我也就是十五六岁吧 那个时间长长的见着 启宫老师去我老师那儿 您记得第一次见 启宫老师的那个情景吗 第一次见启宫老师呢 因为启宫老师那时候 颈椎不太好 我记得启宫老师有一个 那个薄托 胶木的黑色的薄托 第一次见 可能是当时 这个颈椎不适吧 有这么一个叫做薄托 那个是启老亲口说的 而这启老特别疯 你说我有仨名字 我说什么名字 他说我叫 齐杆 齐护 齐功 齐老特别风险 一个老顽童 书法大家 齐功 对于成茂全先生的影响颇深 现场展示的这幅画作 也足以体现 齐功先生 对成茂全先生的厚爱 齐功老先生呢 上午的人 我当时在制米楼饭庄 当服务员 然后八十年代呢 齐老上午的人去 我画这张竹子 齐老看了以后啊 说在这个竹子啊 这么多的叶子 你没有小叶 哪有大叶 所以齐老先生这些 你看这小枝的 比较碎的这种小枝 全部是齐老天的 而这齐老先生说呢 因为齐老先生 德高光重啊 老先生对晚辈特厚爱 然后呢 他说你看你这竹子 这么均匀 你说你们家的竹子 长得那么 那么分得那么平均啊 所以这一部分 齐老给我破了一下 这中国的画讲破一下 就是密不透风 书能走马嘛 齐老这个 天外这竹子 没带图章 老先生你是 把这画卷走了 第二天盖完招 坐公共汽车 给我送来的 七路汽车到十路 去公共汽车 给我送到长春街 六十多岁 小七十的人呢 这齐老 就是说可见 齐老这种 对晚辈一种厚爱 我觉得难得可贵的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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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画到底算什么呢 其实他也帮您 又能算这个合作 对 能算合作 当然合作了 他这个厉害 还厉害在什么地方 还有他的画也在里头 对 这个 那他就是跟您在这个 怎么就到您那儿去 看了您的画 而且还对您这么好吗 为什么 因为我 就是我老师 我说的郑宋先生 跟齐老是关系非常好 我就是 我是在我老师那儿 认识齐公老先生的 因为很小嘛 后来齐老就 我不是在工作 就分着饭庄了吗 齐老有时候吃饭 在我们那饭庄吃 比较爱喝家饭酒 我们那儿那时候 那家饭酒那么大一坛了 才八块六 有时候 齐老爱喝那个黄酒 这么多 所以经常去我们那个店 而且我们那个 制美楼饭庄呢 就是启公仙儿提的 而这启公仙儿 为我们那个饭庄 做了一首诗 叫 制美楼 制美早明阳 烹调扇四方 唐号飞过玉 有侠请来尝 这齐老写的五言 现在还在吗 前门那儿有一个制美楼 不是原来那制美楼了 那老制美楼没了吧 那一直整个存档了 那老制美楼过去 应该很多文人 大师都去了吧 对 像普洁人都有 普洁先生 包括楼之白先生 什么齐良池先生 叫齐白池的公子 包括袁小岑先生 王远涛先生的作品都有 合着您在饭店干活 对 你看 饮食厨 原来也是个厨子 跟您一样 都有成就 对 我还是正经的是 厨师是中级一级 因为中级有两级 一级二级 初级有三级 特级有三级 八级我中级的一级 我好奇地问一句 您怎么就从饭店 后来就到了书法家协会了 因为我在制美楼饭庄 黄照上来吃饭 看我的菜单写得不错 后来我们那个经理 就说是一个小孩 写那时候二来岁 写的今日宴回菜单 然后这么着呢 然后就是我们公司 上级公司就 慢慢叫的公司 也工会干部 干部然后就是宣传 不是工会那时候 这活动比较多嘛 你成了他们的门脸了 对 就是写一些 所以调到公司 公司慢慢地又 从公司我又到 当时在琉璃厂 那个孔扇堂饭庄 96年 孔扇堂改名字 改红爆堂的时候 我在那当经理了 那个孔扇堂签纸 这么的 所以就现在就是这个地方呢 就在琉璃厂上 第一家那个位置 就叫红爆堂 已经20年了 20年了 20年了 1977年 陈茂全先生 响应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 到顺意插队 两年后回城的他 被分配到 至美楼餐厅做服务员 由于写的一首好字 被调到如今的 红爆堂工作 陈茂全先生 就在办公室 给我们介绍了 很多名人的书画作品 这幅画很有意义 是当时我15岁 有一天早上李少春家 李少春先生正在画这张花 要画梅花 说冒权你来了 你把这梅花贴上吗 我就在这画了一个梅花 李少春先生是 中国的京剧界的大名家 而且他能在京阅称神性的人 中国只有李少春先生 我看这还有个范曾老师的画 这个范曾先生 这是参加我的活动呢 范先生有感触 我的活动呢 因为当时来的人比较多 有各界的人 比如金剧界的 曲艺界的 电影界的 话剧界的 平剧界的 很多人 我也都说 茂全你是八面来风 你这人你看哪界都有 这么的 所以给我提了一个 这个八面来风 淳一先生 陈茂全先生 给我们展示了诸多藏品 讲述于大家名人之间的故事 颇有兴致的陈茂全先生 还拿出了他从小练字的练习本 这些他几十岁 甚至更小时练字的练习本 对他来说充满了回忆 陈茂全先生 也和我们分享了 这些永不褪色的记忆 您这是什么呀 这个 这是谁的真迹呀 这是我那个 那个几岁时候画的 九岁啊 九岁 但是这个 是我们同学 最近给我找回的 一个同学叫肖静 当时小的时候 给他当书签 画的书签 有自己做的书签 我看看这个 太漂亮了 这个是上小学 这个这个这个 几年级吧 可能也就是九岁吧 九十岁 这是一个女同学吧 男的 你怎么给男同学画这个 这个就做书签嘛 当然书都弄完了很新 这个关键是 我们男同学 给留下四十多年不容易 因为我今年六十嘛 等于我九岁时候 您都六十岁了 对 真不像啊 我不是六十 你说我怎么能 可能郑宋先 郑宋先先生是 七六年去世了 那个 那个 我看您那还有一个 这个是我当时 上学的时候学 高一 高一学 这也属于踏边 而且这格都是我打的 这个待会就看齐了 他也是 我们就可以拿这个 练字了是不是 这个 这就是我 亲日我林的词贴 这个也是您领的 这是我林的 这我十几岁 这个格你看 也是我打的 估计这 小庄店字 还好像有点 不太那个 符合时宜 而且这种贴买不了 为什么我林这么一本贴呢 当时我的同学 借了我这么一本贴 我爱不失手 我就给林下来了 这是黄紫园的 肩价九十二法 他用了九十二个笔法 就是没有包括单里人 怎么写的 这样就好 就是把这个淋完之后 淋透了 肩价的事你能明白吗 对对对 明白一点 横长直短 踩斗风景 横短直长 也有口诀 得背 这得边背边练 他就这样 怎么写好看 对 他不 记不住了 那大师你看 就是这样 他说 我班冲屏感觉记的 其实学的时候 也有口诀 我脑也记 这个就是 刚才你说 齐老 这是齐老 我十七岁 林的贴的时候 齐老给我提的字 这点 这个就是你看 但都烂了 笔层肿 莫成池 不及息之 及献之 这个倒是老之前了吧 这个 对 应该是 文物价值 文物价值 对 再有 这是肖老写的 肖老是 这个是肖老体育的 你看后起之秀 他是那个 86岁时候给我写的 肖老 肖老是 一百岁去世的 参加过五四青年的游行 1919年的五四游行 当时就是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我看看 86岁的老人 后起之秀 后起之秀 然后这里边还有 你看齐老给我写的信 所以有这渊源 你看这是文物 1981年 齐老给我写的信 然后是肖老给我写的信 这两位呢 都刚才我说的 都是全部是中央文殖馆馆员 这信我们能看 信 这信仰 信仰没留住 写的不是我在致美楼饭庄吗 你看 哎呀 你说那会儿游地员大哥啊 多那个啊 写上了吗 写上自己了 这是起功记啊 长春天10号 这不是起功吗 起功记吗 哎呦 我的肖老师当时要给收起来 踏下来 这是文物 不不不 那收起来的犯法了 对对 扣人私人信简 那那行吗 对 这都是文物 这确实 也临摹一个 对 我看您那还有一个 是起功先生的字 对对对 这个厉害了 这个 是 可能 齐老写的最小的一幅作品 这个 两个字呢 就是我笔名 我笔名 淳一嘛 刚才说 那个 齐老给我写了一个淳一 两个字 是非常难得的 这个也就二寸吧 二寸 这在他的这个存饰作品当中 是不是算最小的 可能是我觉得 应该没有 看见没有 这个 你把那个风 一般 一般性质这么大的有 你要这么大的写 专门 写两个字 没有 对 这么小的一个完整的作品 对 这个 而且齐老盖章的时候 我这金块都做好了 我拿这去了 齐老说 你拿这 我怎么 怎么 怎么 给你盖章 不是坐 我说你等着我摘一来 然后把这 后边那个 那个钉子给拔下来 然后给打 齐老拿着放大镜给我盖的 陈茂全先生今天带来的收藏作品 和很多书画大家的作品 都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 书画大家们的艺术风采和字画魅力 现场 陈茂全先生也展示了 自己练字时期的练习本 虽然这些练习本 已经稍显破损 但里面的字迹仍清晰可见 陈茂全先生当年练字的刻苦程度 可见一斑 那如何才能练得一首好字呢 陈茂全先生又有什么心得 分享给大家呢 当时我的老师郑宋先生先生 我淋的这要送客送中温的 非常有名的一个草厨店 对 说到草书店 您给我们讲讲草书这怎么看吧 刚才不是说这不一样吗 它也有自己的肩价结构吗 对吧 对 你说就跟英语似的 我举这例子 说你不学英语 你也不认识英语 对吧 草书你不学也不认识 草书不是我写熟字 我连起来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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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你就是写草书了啊 能写吗 写出来 可以 写出来 对吧 等半天了 哈哈 啊这个你比如写这风字啊 写风 我是不是 我哪里进来看 这也是个风 对 这有什么规律呢 我觉得不就是就手一写吗 来来思思喜欢 思思来看 对 差很大吗 非常大 这就不认识 就完全不认识 第二个风字就一点 反正单独要拆开了 咱真是不认识 这个有点像风 嗯 这有点啊 可以 刚才问我说草书应该特快 实际上盲目做草 而且草书的特点是气度缓 啊 行笔慢 顿挫圆 嗯 有笔画出重 就是你看有笔画出重 无笔画出轻 啊 你们不是说这多一笔 少一笔 可能就是个错别字吗 这个怎么看呢 对于普通人来说 对 有点不学的确实 就就看不了 就看不了 你比如这个风 那些这是三折 你知道吗 就点三折 啊 风里面不是个叉吗 那是简体 那简体 这个风是这么写 对 这是反体 反体 因为这个 因为为什么你 就马上去反应 那个叉 叉呢 因为那个 现在咱们的简化字 有三分之一 是来自于咱们的 行草书里边 啊 比如这个 你要 这个春啊 这么写 你这么写 也可以 春 啊 但你多了就不行 再多就不行了 这个草书都贵的 那不是说 我想当然 这 那有喜是这么写 你看 写一个 写一个 你看 喜应该是两边都有 看 上面的插 你看 哦 就插这么点 啊 这个插这么一点 就不一样 那这个是一口子 你这 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 大的底 日字 这个代表日子 会不这么写 对啊 我天哪 就是他写道笔话 也能把这字写得这么好看 对 对 老师我问一下 我看就是因为小时候 学毛笔字上课 什么都是 基本上这都是这么着拿 我看您都 这个执笔 这叫高执笔 这跟笔一样 这个笔拿到哪 高度 这跟自己而定 你没有公布 你拿这都都拿不文 对 你根本不可能拿这 所以我是高执笔的 就是说 这笔呢 再说一样 过去 王献之 练字 王一之 抽笔抽不过去 启功先生 跟我说 那误人子弟 力量都攥的 笔杆上 你抽都抽不过去 怎么能运到笔尖啊 怎么理解呢 笔 手指的延长 笔 轻轻拿住 不掉也即可 换张纸 你给写一首 同时的 可以啊 换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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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同时的 感谢 云是贺家乡 贺的家乡 是这个吧 对 山川的川 就是云里 改为龙世界 云为贺家乡 主持人得到了 陈茂全先生现场书写的莫保 这让大理老师坐不住了 拿出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 一幅作品 大理老师 这是要做什么 他曾是一名餐厅服务员 如今却是知名的书法大家 一幅字画价值连城 因为很小嘛 不是在工作就分的饭装了嘛 菜单的写得不错 我十七岁画了一幅作品 林许玲露先生的 然后这个要由沈主席提的 这个画的价值呢 就甭说 我就说 现在要给一个亿也不能卖 这是国家的国宝 六十岁的他 有着别人不曾经历的过往 七八岁的时候 就跟那个黄高瀚先生 启蒙学习出发 后来又给我介绍到 郑颂仙先生 这竹子也是我画的 提老给我破了一下 就是密不透风 书能走马 所以有这渊源 1981年齐老给我写的信 然后是萧老给我写的信 他有哪些精彩的人生故事 我十七岁的天 有时候齐老给我提的字 这个 笔成种 墨成池 不积息之 积献之 再有这是萧老写的 你看后起之秀 真漂亮 可能齐老写的最小的一幅作品 这个也就二寸吧 非常难得的 他又是如何 用六十年的时间 铸就自己的传奇人生 敬请收看了不起的你 本期节目 我就是淳一 在这里有了不起的人物 文化 我没脸在做嘉宾 在这里有了不起的励志故事 啪 锅里我还不穿呀 这个就是旁门走道 不浪费时间 从来没有听起过 走向世界的舞台 真的成功的呀 嫁给我吧 在这里有了不起的展示 太酷了 平凡世界 非凡人生 了不起的你 就在这里 我画的一条鱼 张老师画的 张老师画的 不错 鞋把 行吧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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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跟川哥说的 这画到一定水平了 老师就可以给 就可以提拔了 对 对 老师给画一对勾 我看 我看 我这要提什么 一百 有鱼 对 把这个鱼给我改 好 来看看我这个厉害了 还行 还为龙世界 我这个作品 我这个作品厉害 意外收获 我这个作品厉害 我这个作品厉害 还有那个茶城的国际茶城 还有那个盖箱茶艺 这个是北京院优秀演员 叫张云 这我给他起的名字叫云补渠书 然后这是范金红 是我写的千金飞红 这个人就说了死在讲台上了 所以为中国的经济事业 做出很大贡献 还有这个十四年前 温格征的医院会 就为庆博奥论男 然后这是黑龙江省的慰问演出 范冬66生 诗也十几年前了 如今年过六旬的陈茂泉先生 依然为书画艺术的推广 以身作则地努力着 身为北京政协委员的他 同时也立志于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推广 试用自己毕生 对书画的研究和理解 让更多的年轻人 了解国粹 并把书画文化发扬光大 现在说您就在推广这个书法是吧 应该叫推广 不是 汉兹 应该怎么说 那就不是 就说我呢 就是现在不是在 这个咱们古老的文化街 六百多年历史的这个红宝堂吗 红宝堂这有一个 经营字画的一个单位 叫画电嘛 但是我这一点的画电的特点呢 就是展示中国比较优秀的 比较特点的 成家的一些作品在这展示 所以等于为这个首都的书画事业传承发展的 做一点实在在的事 每年都要办几次展览 就惠民的展览 这惠民的展览是什么意思 有些年轻人学画的 也能在那看一些新的作品 因为中国国画 这个这么多年也是 跟一个咱们的民族 这么上下五千年文明史 这个书画传承也是很发展的 去推广 展出一些现代的优秀作品 提携一些年轻人在这展示 为了中国的书画传承 做出一些贡献 您现在怎么看 就是年轻人离笔越来越远 我都不说毛笔 就是离笔就越来越远 对 电脑您怎么看这种事 我觉得不管怎么社会怎么发展 我觉得这个毛笔 是因为咱们几千年延传下 从甲骨文字 比较定型的文字 甲骨文 金文 钟顶 或者叫小传 到魏碑这个 我觉得这一过程 我觉得作为中国人 应该去延续 它去起码得继承 但是用的时候少了是 因为现在社会的发展 电脑这种比较方便的使用 但是我觉得作为中国这种文化 应该是去延续它 我记得我上次看谁有一个演讲 是京剧界很棒的一个年轻的一个演员 他就说 他说很多戏迷啊 我这唱腔这么好 他们都不会叫好了 就是他就是他说 我现在是一边演出 一边在推广这个怎么看京戏 您现在是不是也在推广 怎么让人了解这个字 这种事应该 反正我那个地方展示 经常有人问 很多人看 跟他们交流 非常良好的创稿 文化传播的创稿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应该去努力地去弘扬它 今天其实我们做了一段特别好的 叫口述历史 这段历史就是片段 其实你听到了很多 在中国的书画 这个领域里面的顶尖的人 他们的一些为人处事 包括做人的一些方式 对待平辈 对待晚辈 对待艺术的态度 出入有红如来往无白丁 那个是这个熏陶嘛 不一样嘛 现在你看他说 哎呀我们这二十多个 也有学的 这里面透射的一些无奈 就这个怎么去传承 怎么去弄 我觉得大家真应该琢磨琢磨 就是什么人会把这样一个 属于中国的东西 更好的在传承下去 发扬的更好 我们今天不要落题到 了不起的迷惑 我们要说的是 我们今天通过程老师 我们接触了一门了不起的艺术 可是刚才说 他说的画画画画 还想看他画画 还想看他画画 你 我没见过他画画 大理老师这建议特别好 对 就是一期节目都在口述历史 对 在这节目的最后 露一点点你吧 对 好吧 那个感谢朋友们收看了 又一期的了不起的你 最精彩的就是我们看看 程老师 怎么用自己的理解 画出了瞎了 来 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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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